上街把不滿全都吼出來 勞基法修法 民怨依舊粒粒在目 也讓勞動部長林美珠 屢屢遭點名 下一波內閣改組 就要被換掉 關注的勞動部 事實上感覺起來 並沒有太多的角色 就是大概就是執行 上面的長官 所交付的這個工作 他還發現身體的不舒服 但是還是一樣 休息一段時間 很短的時間 又馬上上班 不過仍有不少人 替他還假報不平 認為林美珠認真 排報並上班 但看看國民黨立委 賴世保可就不這麼認為了 他應該是戴罪高揚 應該替更大的長官 來負這個責任 所以也不用替他難過 因為他下來之後 沒多久可能又會省官 但被點名的不止林美珠 還有這一位 財政部長的許愉哲 則是因為65歲了 則認為可能會調整職務 順勢離開 應該都要下台吧 就整個景氣真的是覺得很不好 看來民眾還沒消氣 不過立委則是認為改組有陰謀 面對2018年的選舉 沒有那麼綠的 大概都要被換掉了 原來說到底 就是為了因應年底的 九合一選舉才要改組 反觀工商界則是拜託 能減少更動 我們內閣的閣演 被換的頻率太高了 某一個部位的首長叫什麼名字 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減少異動 能夠讓這個 一個政策的執行 能夠持續 雖然每次有內閣改組訊息 正月一律否認到底 不過財新春開工第一天 內閣就傳出要異動 也讓黨內黨外都人心惶惶 東森 財經新聞 張記者 張士奎 綜合報導